这里面有私的部分有工的部分 就私的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提到说他们要去帮 要去买1.2亿豪宅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他是说 他跟陈贝奇两个人 想要选一个很不错的房子 陈贝奇希望改善 他们之间的住屋的环境 所以想要去看稍微比较好的房子 他们要把之前的什么房子卖掉 土地卖掉什么 然后去凑一笔钱 然后去买1.2亿的豪宅 或者是1.2亿的房子 我觉得其实批评没有这么激烈 关键点是陈贝奇的说法不是这样 陈贝奇的说法是说 我儿子要结婚我要帮他看房子 然后我要买给他 这样子他才能结婚 才有那个原来现在的年轻人 必须要买1.2亿的豪宅 才能娶媳妇吗 那你们自己的房子 那你是要一定 因为他没有讲说要跟儿子 要合在一起住 所以才要分开来去算说 那你到底要给你儿子多少钱 才能够去买得起那1.2亿的房子 那之后呢 接着柯文哲这边定调是说 不是啦 他是要我们自己换房啦 所以跟儿子无关了 变成又他们自己了 如果变成他们自己 那对他确实是买得起 其实关键又出在他那一句话 他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是医生 我跟你讲 其实柯文哲有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 我是对他一直都很不满的 就是那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 到底你是优越在哪里 我是在看不出来 你处理所有的事情都笨得要死 我是在看不出来 你的157到底在哪里 我不客气的说 一个人一天到晚拿他18岁的考试成绩 拿来说嘴 觉得自己很优越 对我来说就是蠢到极点了 今天你看世界首富 有谁会把他18岁的成绩拿出来说话的 没有 真的有钱人是不会考虑这件事情 但他就要讲说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是医生 其实坦白说 医生确实是中上收入 但现在医生确实是富豪族群吗 其实除了少数的医生 大多数其实来讲真的不是 尤其他们两个都是在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 其实他是有基本的薪资 然后再看你的这个门诊的数量 然后来看你的上限 其实说真的 我也很替医生报屈 赚的不够多 可是当他觉得他自己是医生 可以买豪宅的时候 那个优越感其实是让人讨厌的 所以他不是到底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而是观感的问题 就跟他拿选举补助款 去买那个商办的那个房子 因为那房子真的很老旧 47年了 他会买在那边我其实有点意外 因为我对那附近还蛮熟的 那房子对我来讲有一点破旧这样子 好但无论如何 他买了这一栋楼的最高价 我刚去查了十价 十价登录 历史最高 对历史最高价 一平八十八点一九万 然后四十八点七六平四千三百万 他买了历史的最高价 那我觉得这个 大家这是题外话 真正的关键点是民众党很穷 你不断的告诉我们民众党很穷 到今天为止 民众党很多在地方上面 发展党务的人 其实都要自己出钱 个个穷哈哈的 那选举补助款一点一亿 原来民众党是三分之二归个人 我的天啊 三分之二归个人 那民众党真正能够拿到的补助款的金额 就变得非常少了四千万不到 其实对这么穷的一个政党 结果把选举补助款给个人 而不是给政党 这件事情不是不是法律的问题 而是支持者到底接受 不接受的问题 因为国民党是从之前的韩国瑜 到现在的这个侯友 以及更之前的这个 不管是朱利润也好 就所有的总统选举的政党补助款 是全部都是归政党 因为国民党现在反而被追杀的很惨嘛 那一天到晚这个也被冻残 那个也被冻结 其实很多 就算他表面上有很多党产 但实际上都不能用 所以所有的钱 全部都是归国民党 那民进党呢 这边也会说的很好听 说什么哎呀 一部分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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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说拿来作为选举人的 自己名下的房产的 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也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所以民众党现在这个是首创先例 让选举人自己拿来作为自己的房产的购产 他没有法律问题 他只有私人观感的问题